画面中可以看到脚踝处一条刮痕 看起来伤口很深 这是在游泳池割伤的 还因此缝了两针 有16岁的高中生陈晴 29号到桃园市立游泳池游泳 结果脚被泳池内破碎的瓷砖给割伤 负责的经理当晚虽然有打给他 但是也只针对保险的问题回复 对于后续要求修缮跟复原 对方都消极处理 但你来听泳池业者怎么说 他把探测的数据 就是留守我们以便我们这边后续做保险立配 我们目前有使用塑缸土去做填补 那我们也有实际现场人员去修补完之后 也有去做一个接触 皮肤上面接触也不会有出现锋利的一个情形 桃园市立游泳池是桃园市唯一户外标准游泳比赛的场地 不过启用到现在已经三十多年 漏水的问题成为常态 现在又有瓷砖破裂的情形 而且还不止一处 虽然现在已经用塑缸土修补 但是议员认为这只是治标不治本 要求体育局编列预算修缮